本里有门创建挡板模型 首先绘制挡板的横截面 通过拉伸得到挡板机体 然后通过拉伸切除创建孔 接下来详细介绍其创建过程 首先单击新建按钮新建零件文件 选择前十基准面在其上绘制草图 利用圆命令以圆点为新绘制圆 绘制两个同心圆 并通过智能尺寸命令标注圆的直径 转喊到特征控制面板 利用拉伸突台机体命令 设置中置条件给定深度 深度为25毫米 选择前表面作为绘图基准面 利用圆命令 绘制圆 并通过智能尺寸命令 标注圆的直径 然后对圆进行定位尺寸约束 通过添加几何关系命令 添加圆心与圆点之间的数值几何关系 接下来利用圆周草图阵列命令 拾取坐标点为阵列中心 实力数为3 将圆弧进行阵列操作 利用切除拉伸命令 终止条件为完全贯穿 确定 单击保存命令 将其保存 保存 同时贯穿 请ulo 进行订阅 终止条件为